第八十一章 深潭死水 江岩带着岩法谷快马加鞭回到秦州大营 禀报了杨氏皇族除杨平外一人不存的消息 顾烈看看还活着的岩法谷 面上只是平静的略一点头 心里却是放下了一块石头 前世 杀杨氏宗亲和取杨平的狗命 都是顾烈亲自动的手 当时江洋劝过他 因为北燕和维碧臣在争霸年间 从未停止过拿暴君编造的 酒醉 愚灭楚顾 尤其是愚灭顾烈身怀风雪 若是为了自己的名声 顾烈应该让手下代劳 兴许 还应该在事后演绎出斥责请罪 表一表心地的人词 可顾烈前世并没有采纳 他身负楚顾九族血仇 亲自动手报仇 就是他活着的意义之一 否则 怎么告慰族人在天之灵 而且 若是连灭族之仇 都假守他人来报 岂不是太过虚伪 江阳以为他是血恨难消 也就不敢再劝 担忧着住了口 江阳一闭嘴 自然就默认再敢说话了 所以 顾烈前世是随嫡其也 阎法谷一同攻入的燕都 亲手灭了阳氏皇族 这也是为何前世顾烈 一直对阎法谷的死心怀歉疚 他总觉得是自己一心复仇 才疏忽了阎法谷 数日后 赶到燕朝都城的柳王后 得知了这个消息 对顾烈阴阳怪气了好几日 甚至在顾烈登基称帝的晚宴上 都冷冰冰的 没有半分好脸色 顾烈当时不明所以 只当他是心念故国 又或者是受楚顾风 写说的影响太重 现在顾烈想来 知觉可笑 不值一提 但顾烈清楚记得 那一晚 他离了晚宴 一个人走到了燕朝皇宫的朝堂经殿上 这是他不久前杀了阳平的地方 世人们已经取走了带着血迹的红毡毯 顾烈走进去 踩着的是洗干净的冰冰凉凉的银石地砖 燕朝朝廷 仓皇逃到北方三周 居然还能用珍稀的银石来铺地 可见暴君与四大冥阀 当年搜刮了多少明知明高 这银石地砖 白天看得出是半透明的深紫色 非常华贵 此时夜里只有月光 就是黑漆漆一片 像是深不见底的水潭 顾烈还记得 杨平临死 还在推脱责任的风言风语 那种颠造狂态 看得顾烈直犯恶心 杨平这样的人 都可以成为异国之主 可见登基称帝 也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 他还需要更为用心 才能真正完成复处大业 顾烈在心中再三警示自己 这金鸾宝殿 足精龙椅 确实是深不见底 容易将人吞没深渊 顾烈走上金街 坐在那把龙椅上 默默思索着朝堂局势 陛下 忽有一只白鹤 涉水而来 喜庆日子穿一身白 除了刚封的定国侯迪其也 还有谁 定国侯 顾烈平淡地叫了一声 看着迪其也 穿过铺满银石的金殿走上前来 一撩衣袍 坐在了金街上 他既不跪地行礼 也不解下他的那柄战刀 顾烈几乎都要习以为常了 可规矩不能不提 顾烈沉生道 定国侯好礼数 迪其也懒洋洋地回 方才开宴的时候 您自己金口说的君臣同乐 不必拘礼 君臣同乐 不必拘礼 是这个意思 顾烈给他气笑了 你不行 刀总得解吧 迪其也抱着他的战刀 叹息道 难道他还有出鞘的机会 我挂着个摆设 跟您那把放在武库吃灰的青龙刀似的 反正百无一用 有什么要紧 话分两重 该说的和不该说的 且不说青龙刀派不上战场 是顾烈心中一大遗憾 就说一个功高盖主 被众位功臣侍卫眼中钉的定国侯 居然不知收敛 跑来对帝王抱怨 日后莫障可打了 这就是典型的不该说的话 顾烈被他气得头痛 怒骂 定国侯是专程来气寡人的 当皇帝有那么多自称 您为何要自称寡人呢 迪其也却像是神游天外似的 转而说起不相前的话来 听着孤零零的 寡人问你 来做什么 迪其也抬头看着他 看了半天 又叹了口气 居然道 我也不知道为何要来 不等暴怒的顾烈开口 又听他继续道 微臣大概是想说 不论他们怎么说 陛下亲手报仇 微臣并不觉得 有什么可指摘的 说到这里 迪其也突然笑了 补充道 只是太过老实了 顾烈还在生他的气 却还是嘲讽道 莫想到定国侯今日 竟如此体贴上瘾 也没有 迪其也一本正经地说 就我个人而言 负债子长这种观念 我是不赞同的 但从正下话 限制上考虑 为了维护新潮稳定 斩草如根是没有错的 我的意思是说 你亲自去做了 也不该被指责 但亲自去做 还是太过老实了 迪其也越说越不着调 而且 你既然不喜欢杀人 何必勉强自己 别人动手 就不算报仇吗 你 不必做到这个份上 顾烈去杀杨氏皇族时 迪其也是唯一一个 敢跟 也真的跟着 顾烈去的人 迪其也看出了 顾烈平静的表面下 不忍和愤怒 竟然还在天人交战 尤其是在面对 杨氏幼小孩童 和杨氏皇族 大骂楚顾风邪酒醉的时候 迪其也非常不明白 为何这样一个人 非要把自己逼到这种地步 也许他是太过偏心 可当时的情景 明明是顾烈在杀人 却让他看了 为顾烈难过 荒谬 顾烈按着讹角 不去搭理他 迪其也又是一声叹息 他就知道 这一趟根本毫无意义 说了也没用 他也不想说话了 迪其也看着前方 深潭死水一般的银石地砖 顾烈看着白衣将军 潇洒超脱的背影 他们都沉默着 并且一直沉默了下去 顾烈从前世沉思中醒来 对安坐侧桌 练字的顾烈 唤了一声 烈 再 顾烈麻利地跳下了椅子 端端正正地行了个礼 燕朝都城 已经在储君的控制之下 借下化现岩整肃了足足五日 确保万无一师 才通知秦州大营 可以请主公入都了 再过两日 等驻北河等储顾家臣赶到 他们就要启程 正式进入燕都天庆城 通常 顾烈不会将已经说过的话再多唠叨 但顾烈毕竟没什么与孩童相处的经验 而且 毕竟事关重要 于是再度嘱咐道 你可记得 见到狄将军 该怎么做 顾烈郑重地点头 招记得 这孩子灵气而稳重 不该说出口的就不说 比某位今年刚过二十的大将军 不知乖巧到了哪里去 顾烈为一汉手 顿了毒 又问 你可明白 本王为何要这么做 顾烈摇摇头 然后严肃道 招不知 但招记得 父王曾说 要招好好记着当年蜀州一战 您身陷包围 将军白衣铁甲神兵天将 直冲敌阵 就父王于危急之际 就大处于存亡之间 将军对父王有救命之恩 对招也有救命之恩 如此深恩 招都该报答 不敢不忘 顾烈 招虽不明白 父王此举深意 但父王总是为将军好 也是为招好 为大厨好 所以招不明白 却铭记于心 一定照办 他小小孩童 行李答话都有模有样 且言语间一派赤诚 乖巧地叫人心疼 顾烈焊手道 你小小年纪 能知晓这些道理 已是不易 等本王登基立储 你就该知其所以然 到那时 本王自会慢慢教导你 与你依依分说明白 得到父王夸奖 父王还承诺会 亲自教导自己 顾招开心领命道 是 顾招还小 毕竟不是世家大族出身 有些事情他还不明白 不能思考通透 所以顾烈德替他安排 为他做出一些选择 再过个九年十年 等着孩子 能在朝堂上站稳脚跟 就是顾烈该放手的时候了 中州顾家欢天喜地 收拾打扮 打算跟着朱将军 一起启程去雷州 他们马上要成为 正宗的皇亲国妻了 可没想到临行前 储君一拥而入 丝毫不顾 他们与储王室同宗 将中州顾家所有人 揪出家来 呼和着赶到一起 像秋后炸猛似的 瑟瑟发抖 这些储君说 他们串通柳家谋害储王 如今柳家四处逃窜 要搜他们的家 看他们是不是 私藏柳家敌奸 中州顾家人指天骂地 说他们对储王忠心耿耿 天地可见 绝对没有窝藏北燕的 那些丧家之犬 他们正哭得一派 六月飞雪的冤屈架时 直到储君 从中州顾家长孙顾显的房中 搜出了他的妻子 燕朝皇帝杨平宠妃柳平的表妹 紧接着 储君又在顾显名下的宅院中 搜出了七族柳家清卷二十六人 各个是名法柳家 有头有脸 储君通下 画献鸡榜上有名的人物 中州顾族中长老们 煞食面如死灰 他们已经想明白 储王定是早已查清 他们与柳家前的事 只是忍耐到如今 才对他们动手 而顾显毫不知情 还对着妻子柳氏破口大骂 意图挽回局面 可已经晚了 中州顾家 以通敌之罪 锒铛入狱 所谓的济南认宗 至此一笔勾销 世上再无中州顾 再过一些时日 明法柳家 也将从世上消失 储顾家谱上 只剩下干干净净的两个名字 一是顾廉 一是顾昭 请不吝点赞 订阅